近日受暴雨灾害影响 发生淤堵的北京门头沟区永定河山峡段 开启了全面清理工作 该项清理工作从门头沟区龙泉镇 沿永定河滋伤而下至清水镇 共涉及7个镇街 目前在7家央企的支援下 清理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本次极端强降雨是有记录以来破坏程度最强 受灾范围最广的意思 火区范围内的河道均不同程度的受损 目前在7家央企的援助下 永定河的山峡段已经全面开展清理工作 永定河和清水河主河道 及其主要支沟 我们力争在20号前后完成清理 确保后期降雨的行空安全 同时消除咱们防疫的风险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部分清理段堆积物深度达3.5米 施工现场被洪水冲毁的树木 给疏通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在一些大型机械设备暂时不便开展工作的作业点 正在安排小型设备分布清理 早晨6点就开始起床了 不到7点就到了咱们施工现场 这次成绩的任务是 对大台街道办事处21公里 河道清淤加树木清除工作 目前为止我们投入了48台套设备 其中包括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 还有油锯 我们投入了120余人 目前为止完成了河道的疏堵 疏通这一块是7.5公里 累计挖出淤泥是7.5万方 据当地街道城管办人员介绍 当前正在进行清淤施工的大台西洼片区 在洪水中没有人员伤亡 当地的电力和通讯已经临时恢复 房屋受影响的居民已经在社区安置点 妥善安置或投亲靠友 这个片区原来临这个河道全都是平房 河道原来也是比较宽阔也比较深 平红也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次遇到的这种极端降影情况 造成了河床台窗河水就蔓延到公路 甚至到了居民家里面 由于我们的街道即是把居民全部转移了 然后地区的居民是没有人员伤亡的 过去对这个地方清理完毕之后 会有一个重建安置国家电网 已经对这个店进行一个临时的恢复 然后信号现在也都是临时恢复了 供水这一块都是采取临时供水的方式 基本的生活保障现在还是比较完整的